它会静悄悄地潜入你的大脑 接着你的生命就要开始倒计时了 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食脑虫的体型只有20微米左右 喜欢在温暖的水域生存 即便在零下20度的低温 它依旧能保持活性 食脑虫会通过鼻腔进入你的体内 一旦进入人体 它便开始啃食你的神经中枢 进而啃食你的大脑 要不了几天 食脑虫就会繁衍出大量的后代 并大肆啃食你的大脑神经 脑皮质以及脑基底 此时 你会开始出现头痛 呕吐以及流鼻涕等症状 你可能以为自己只是感冒了 哪怕你去医院看医生 医生一般也很难发现食脑虫 因为它的体型太小了 随着病程的发展 你开始出现幻觉 甚至还会抽搐 最后因呼吸衰竭而死 正常情况下 身体出现炎症 都会导致肿胀 但是大脑却不一样 因为它被坚硬的头骨包住 头骨陷着它的肿胀 所以当食脑虫入侵大脑 引起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的时候 颅内压力会过大 进而导致化膜性脑膜炎和脑坏死 患者的死亡过程 真的非常残忍和痛苦 相关数据统计 感染食脑虫以后 死亡率达到97% 因为没有特效药和有效的治疗手段 哪怕患者能够幸存 也会有严重的后遗症 不过我们也不需要过于恐慌 因为食脑虫的感染途径很单一 一般只会通过鼻腔入侵 目前全球一共只有几百个确诊病例 所以 只要我们的鼻腔不接近水源 就不会有感染的风险 这是一个有用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